国际新闻方面 美国发生了一起罕见的航空事故 一架隶属阿拉斯加航空的波音客机 在起飞20分钟之后 机身突然破损 机舱内的气压失衡 被迫紧急折返 出事的客机两个多月前 才通过了检查认证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事后宣布 停飞部分相同型号的波音737 MAX9客机进行安全检查 航空专家则是指出 如果出事的飞机 当时处于更高的飞行高度的话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磁器一看 正在飞行中的客机 部分机身侧面却不翼而飞 两方吹入机舱内部 阿拉斯加航空这架 波音737MAX9型客机 因为机身受损 出现减压状况 被迫折返美国俄勒冈州 波特兰国际机场紧急降落 飞行跟踪数据显示 飞机是在飞行大约20分钟后出事 机组人员在危急一刻 以气压问题要求紧急降落 机身在飞行途中破损 可吓坏了机上的177人 有乘客分享 事发时飞机紧急降落 导致他从睡梦中惊醒 一直到氧气面罩从机舱上方掉落 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事件让波音飞机的安全隐忧 再度受到关注 阿拉斯加航空随后发声明指出 出事的航班原本预计 从波特兰飞往美国加州 南部城市安大越 机上有171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 但飞机在起飞后发生事故 目前已经安全降落在波特兰国际机场 当局决定暂时停飞 65架波音737 MAX-9飞机 采取预防措施 检查所有客机 阿拉斯加航空首席执行员 米尼库奇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只有在经过维护和安全检查后 才会重新批准相关客机复飞 预料将耗时几天完成 出事的飞机只服役了八个星期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当地时间星期六 下令停飞部分同款飞机 展开严密检查 据了解 全球有大约171架飞机 将受到暂时停飞令影响 每架客机预料需要进行 4到8小时的检查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星期六派人到波特兰国际机场 参与调查 波音公司的技术团队 誓言全面配合调查 根据报道 破损的机身是为备用舱门而预留 但出事飞机上的舱门 被设计成永久封闭状态 航空专家警告 如果出事飞机 当时处于更高的飞行高度 后果不堪设想 此外根据航空数据提供商的资料显示 阿拉斯加航空和联合航空 是美国少数使用MAS9型飞机的航空公司 阿拉斯加星期六取消了154趟航班 占预定航班的两成 至于美联航则取消了80趟航班